在我們身後面就是科學館 我們去看八大沉龍記 你猜你會不會看的呢? 應該好看 應該好看 那我們進去看看吧 好,我們去看恐龍化石 香港科學館現在舉辦一個 很有特色的恐龍展 展期到11月16日 我們發展了一些T-Rex的身體 這次展出八組極具名氣 和代表性的恐龍物種 包括暴龍和三角龍 還有一龍和二龍 西龍和兩龍 蝦特之歌翼龍 和又零色的類恐龍 這隻像什麼? 翼龍來的 翼龍? 這麼大隻 達克比有說嗎? 這隻人就像穿紙一樣小 那隻是模型 梁龍頭骨 前面那隻就是很兇猛的暴龍 三角龍 三角龍啊 真的嗎? 嘩,扔印時間 你扔了一隻就可以了 這隻就是表哥最喜歡的 就是激龍 這些影片也很好看 這隻就是蝦特之歌翼龍 展覽重構史前最大的略蝕性恐龍 和最大的飛行生物 嘩,這隻叫做二特龍 阿路索羅斯 這隻都是珍貴的花石 真品來的 這邊這條是西龍 這是恐龍的臘骨 展覽融合了科學研究 場景設計 揭露科學新知 令到參觀者就像身在奇境一樣 展覽另一個目的 是希望大家反思人類在進化史裏面 要積極地面對未來的挑戰 例如大家經常聽到的全球暖化 極端天氣和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問題 嘩,開始挖掘了 嘩,這是什麼龍? 這隻是什麼龍? 這是什麼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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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適合了,很棒 這隻有恐龍的分類 旁邊這隻就是地質連代表 這邊是有植物化石 珠羅紀時期的植物化石 原來這隻暴龍也有個名字 叫做阿蘇 這裡有些恐龍關 恐龍的書 下面還有 放假了 像白色,很高 那麼高 但是咦,每天就要追加 就要穿一個龍 być在外面 今次看這個展覽,大人好像比小朋友更興奮 要追著小朋友去打印,我還未有時間慢慢看 展覽未完之前,真的要去多一次才行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次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